大家好,我是阿里 欢迎来到阿里厨房 今天咱们来泡发香菇 顺道跟大家唠唠嗑 聊一聊香菇 阿里今天用的100克香菇作为演示 拧出两个样子差不多的作为对比 其中一个做上的记号 加入W 加入一升常温清水 要是气温比较低 可以用30度左右的温水 但切记用热水浸泡 放一个盘子压住 先浸泡15分钟左右 第一次浸泡的目的是 要把香菇的表层 以及一些附着物软化 以便更容易的清洗干净 浸泡好的香菇先清洗几遍 加入20克左右的淀粉 开始抓洗 淀粉有很强的吸附能力 可以将一些微小的 不易冲洗掉的脏东西有效去除 因为还没有泡软 抓捏的时候不要太用力 否则很容易裂碎 香菇其实是冬菇花菇相信的证明 你正在处理的就是冬菇 而产自于北江一带的冬菇就叫北菇 现在基本上全国范围都有栽培了 再加上发达的物流环境 一般人已经不可能去细细分辨了 捉裂到颜色不会再加深了 就要用清水清洗 过水的时候不要直接倒进沥水栏 要用捉捞的方式 转移到沥水栏 这样能够避免一些本该沉底的东西 反复进出而又不能被带走 知道水质呈现比较清澈的样子就好了 再加入一升左右的常温清水 压上重物进行第二次浸泡 这一次起码要浸泡两个小时以上 最好能泡过夜 第二天再来处理 浸泡好的香菇捞到沥水栏里 稍用点沥把水分挤出来 这一次的泡菇水就不要倒掉了 接着把香菇角剪掉 一般来说到这里也就完成了 但阿里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润化处理 可以使香菇的口感更好 香气更纯 切几片姜 再拍几个葱头备用 开锅 用小火 加入鸡油 姜 葱 没有葱头可以直接用小葱代替 鸡油的香味比不上牛油猪油 但是鸡油对受物的润则性最好 利用这个特点 既能润化香菇 使香菇的口感更软滑的同时 又不至于抢走了香气 平时处理鸡肉的时候 把鸡膏收集起来 放冷冻保存 鸡斩的差不多了 就把鸡油熬出来 装平 放冰箱冷藏一年半年 都不会快的 炒个菜心豆苗的 放一点鸡油 做出来的菜品的亮折度 马上就能提升一个档次 将葱变香之后 加入一点清水 再加入泡谷水 大火烧开 撇去一些浮沫 加入冰糖盐 入点底味 等冰糖化掉后 倒入香菇里 再烧一锅开水 放入香菇盖上盖子 上汽后盖中火 隔水蒸一个小时左右 约毛十分钟后吧 你就能感觉到 什么叫做香气是以富裕芬芳了 这样做可以让香菇充分吸油 这里除了蒸 你还可以微 不过不能用铁锅微 否则你最后就只能得到一堆 类似煤球一样的东西了 蒸好的香菇放一边 自然凉凉 这个泡发香菇的方法 其实真的很费事耗时 所以阿里每次都会多做一点 然后分装进保鲜袋 放进冷冻室冷冻保存 一般一个月内用完是没有问题的 需要用的时候 提前取出来回温就行了 香菇角也是同样的保存起来 吊个汤什么的都可以用 剩下的蘑菇汤 其实已经相当于一个树上汤了 现在就可以用它再加点配料 做个汤面汤粉什么的 阿里一般会把它隔渣之后 放进冰箱冷冻室30分钟左右 取出来滤掉结块的机油 再装进冰格里冷冻保存 做汤做菜的时候取几个出来 就可以为菜品争相提鲜了 可别忘了最早的味精 就是从香菇里提取出来的 最后咱们来看看 泡发前后的区别 其实现在就可以吃了 非常的软滑 鲜爽 好吃 下一期阿里会用它做一个 冬菇滑鸡包仔饭 可别忘了关注阿里厨房哦 我是阿里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